巴刹能量超能量 大家好 我是张哲瀚 那是来自我经纪人的吐槽 没有一张看得清的剧照 就认不出是谁 要不是这个政治这个角色呢 非常的有特点 有自己的个性 大家确实很难找到他在哪里 其实一开始有点不习惯 我买了一个脚踏车 就是放在房间里 然后每次出发前我就 我先踩一会自行车 因为是训练吧 我都是带着那个护膝的 因为当时唯一比较困难的是 它那个水袋真的特别重 包括打水枪 因为打水枪还好 你是可以靠双脚去支撑你的身体 抬那个两只手抬那个水袋 你是需要奔跑 提的很重的东西奔跑 就有负重 就是去克服吧 我觉得没有办法 这个角色我真的是特别的喜欢 特别的爱这个角色 真的是向伟大的小方圆致敬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困难 对我来说是可以克服的 当然不可能就是说 真的砸到满脸血去拍 就是这也没法拍了 就得上医院了 当然是确实有砸到 当时我就记得我牺牲的那场戏 我真的觉得尝试了很多种感觉 因为想尽量去还原当时消防员面临的那种真实的情感 然后还有我记得一个镜头是 肢体动作对我那个受伤的腿要求很高 砸完了以后我要一个转身 然后倒在地上 当时那个腿也不是很方便 然后呢我就记得我转完以后回手 我带着那个手套 因为我怕摔在地上砸完了以后 我就撑了一下地 结果那地方正好有个很尖的石头 就直接处在我这个手里 那我这个手 我当时我记得疼了很久很久 现在才慢慢好起来 投入之前还是要注意一下 我觉得真的是安全第一啊 我真的从垃圾分类那天开始 我就再也没有去我上海 有有看了 但是实在太多了 干垃圾 我不吃小龙虾 我从来不吃小龙虾 就是像食物浮乱的都是不是垃圾 哦 那废纸是什么垃圾 干垃圾 除了这两个之外 不知道别人是吗 可回生垃圾 哦 看我粉丝做的什么视频 影响表称的 看过很多啊 我觉得 好像我粉丝做的视频 就比较好的 我都有看过 我最后没看见到 看到一些有很多人 啊 当然 我觉得追星是件很快乐的事情啊 为什么要看到粉丝做的视频 会落泪啊 因为就 很开心啊 就就很骄傲啊 要从不同的面去 去去看待这个事情 要上海的雨 上海的雨 上海的雨 好像每天天天都下 快了吧 因为 因为 可能我这个人有点 就是 哎呀 这我说实话 音乐公司都可能被我搞得很烦 就是 就是我 我对自己 就是 音乐方面就想做 可能就是要 做到自己想要的那感觉 因为之前已经 其实都录好了 这就是很很尴尬了 就是自己不是 那么懂 但是我听过很多 就是流行的音乐 就是我希望 加些 更流行的音速进去 辛苦他们了 就是 我只能描绘一个大概 他们应该被我 逼得很难受吧 我懂了 本次文说 恒店的夏天在哪里 我已经在恒店呆过四个夏天 所以呢 今年夏天应该是不会去恒店了吧 哈哈哈 我当时在上海做康复的时候 哎呀我想 我不是很热啊 夏天还好啊 后来想一想 真的是 有没有出门 那最近有没有 就是推荐的书或者电影 最近看了一本书 叫 《蚂蚁帝国》 然后 看了一半 嗯 没有看完 电影 都看了 好几个 看了一个叫 《人传》 啊 我最近也在看那个 《长安十二时辰》 最推荐的一个 《烈火英雄》 最推荐 最推荐 当然大家去看《烈火英雄》吗 好 先来 第一个天选之子 我有你没有的技能是 好 太短了 太短了 这个 你看我手指头可以这样 了解解释饭圈用A爆了和生图 A爆了就是 就是 就赞爆了的意思 生图就是没有修过的图 太短了 太EZ了 对 其实我老逛饭圈 对 莫文蔚的阴天 孙燕姿的雨天 周杰伦的晴天 都不如你的心田 都不如你的心田 不行 我这个好吗 天酒我再想一个 好 好 好 莫文蔚的阴天 孙燕姿的雨天 周杰伦的晴天 周杰伦的晴天 都不如我和你的一天 厉害厉害 但偏偏 风渐渐 把距离吹得好远 好不容易 又能再多爱一天 但故事的最后 你好像还是说了 拜拜 拜拜 Bye